然後造星搭的中路角色是賀威嗎? OK 完全沒有任何連動的感覺 搭配能力算蠻低的 對 我可以選賀威 其實這裡蠻多角色可以拿的 以中路來說你拿個匿命也行啊 配造星中也不錯 而且你又可以支援 就不怕這個阿奇的在線上一直農 但看起來JT在索瑞兒的當下 這裡已經決定是瑞兒打野以及牛輔助喔 沒有剝皮這個角色存在 為什麼要牛啊? 牛打瑞空差牙很難打欸 你前面就是在坐牢欸 基本上不會出事 但是他也不能做什麼 而且你團戰瑞空的這個操作能力 看起來法洛斯也不太能配合這個牛喔 引到人囉四等打三等 好想爭奪這個上河蟹 這邊長江青暈到之後 三重爪擊打起來征服者DM 這個運鐵之樹往後走 1164趁著這個水流直接走過來 但是稍微猶豫了一下 反而是打野在野區 這個陣戰空雷的斬殺手殺 非常輕鬆的給到116 線是有點難接的 有點恐怖 喔還要接那死咧 回到塔下接線 這裡Driver在控自己的溫度 先疊兩下 OK 還沒有人在扛塔這裡 Q速完之後三重爪擊 擊飛到點燃 再加一個閃現過來的火焰噴射機 這邊過熱玩 反而是呼嚇 完美的扛塔分配 由Driver再拿一個擊殺 沒有他可能想貪啦 他可能想說那個烈士方嘛 偷一隻啊 兩波對 都各偷一隻就好了 但 這樣就有點浪費 沒有大學 等一下下一波非常危險喔 這又是一樣的位置 Lava又被打退了 喔 緩到囉 而且上半部這邊立凱斯開大逃跑 這邊Driver已經下了等級指 上半部野軍將近要單殺了 喔出來了出來了 Driver思考了3秒鐘 覺得對方應該不在 但是被襲回來挑飛之後急暈 再一個Q2呢 以及冥夫鞋戀拉回來之後 最後是給到了Lava 身上 欸一下300塊給到打野身上 但是難不讓我 如果他下路雙刃組一起走過來的話 那就爆開了 好來了 先配合對方閃推 先來個預判名 這次的一個絕望螺旋 另外那邊正戰關門 反正是16在中路直接反換名字掉 在這裡是大一隻對拼 三重爪擊打起來 Lava 推得很好啦 推到塔下了 但傷害低的關係 只是下半部野打起來 羽毛倒勾之後是Yorsan 教了自己的堅定意志 16在單人就拿了三層塔 比加贏了30隻兵 最近是叫了全部的人來控這個蟲 那這樣子 要直接吃耶 好忽小看到對方 先直接捅上去三種爪擊之後 加了一個台把 預點速度給直接斷掉 這對方選擇交閃線離開 但是在一個魅惑跟上 這次他也被掛了一個點燃 這次交了一個實能風暴 選擇開氣 但是這個特隊的開氣 閃現的星月無雙 但是沒有擊飛到人 反而是另外變成這戰鬥雷 又是藝術家毛筆 把人頭給擊殺掉 這邊是把忽小給推了回來 但是在一個台牌 是Driver這時候來到這邊 閃現躲掉牛的COMBO Driver超秀 把奇奇給收掉了 欸 好舒服喔這波 這波是4打3嗎 3打3啊 應該算是4打4啦 但可能有點忽略掉 這個造星前面的傷害了 就是他前面是有拿頭的 所以他傷害很高 所以這裡真的打起來 這兩個沒傷害的 配這個阿奇爾 他跟法洛斯 第一時間都沒有到位置 所以這裡一開始都是 被追著打而已 哇這個造紫龍太勇啦 喔這個就 反正頂進去就好了嘛 那菜牙就是從頭到尾都在點 那BH也利用著上路的推線 藍寶過來其實遠遠的丟個大絕 然後最後配合過熱的這個閃現 直接再把輪頭收過來 加上這個時間點 Driver優勢太大了 我剛剛看一下左下角的畫面是 想2v2的配合 但失敗了 Nice 確實 就是對JT來說 現在這個牛就是好消息 沒事 壞消息 也是沒事 來看一下優成這波有沒有機會 這邊先逼一個進化之後 交了一個大絕羽毛 倒勾之後 反而是拉毛不留在原地 絕望螺旋身上有一個賀威的印記 點燃最後pop不出來 這個陣戰空雷又是陣戰空雷16 好準 他的這個QW好準喔 哇有沒有考慮去隔壁打瓦算了 再一個QQ 這裡選擇在台魅惑街上 其實後面沒有傷害 可以把他給收拾掉 喔再一個 又是陣戰空雷走位扭掉 反而是優成在掩護自己的AD撤退 但這個時候State 2還想再追嗎 身上有閃現 再一個陣戰空雷 又是斬殺的效果 5顆擊殺的賀威了 哇他們下一周的對手已經出來啦 就知道是誰了嘛 WP地獄豬 可以開到DCG嘛 開始想BP啦 好這裡是抬到人之後 哇 確實優成很難發揮啊 他也頂不到人 拉回來 他就是眼睜睜看著Lava倒地 就沒有 右邊就是一個在劣勢的時候 你也只能發育 但 發育大家都知道 但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只要你面對到的是一個強隊的話 對方不會給你時間做這件事 而且又是E16的賀威把 用EQ EW把人給留住 然後再加上QW 哇 每一招都放得很精銳喔 這邊其實最後 也是被QW給收拾掉的 現在的氣氛不管怎麼樣都非常好 這個是我給這個所有觀眾看 J-Team的一個小指標 看立凱有沒有笑 喔這裡 抓到 欸這個大小歪 我希望 如果希望有的話 以後可以再replay 再放下選手的視訊畫面 想看立凱這波 可能笑不出來了 可能就是被抓了這波 好直接上車 這裡看一下有沒有人能阻擋一下 應該是沒有 而且BYG現在是六重的優勢 這邊選了瓦絕直接開頂 但是沒差的大絕給直接規避掉 一個進化再次解開 反而是反手被BYG給直接反開了 這個絕望螺旋直接炸開 傷害超級高 又是一掉 藍寶再殺了一個等級 只拍在這次奇蹟 根本沒辦法走到這邊 這台立凱走進來就被蒸發掉 這個一定不管怎樣都要打打看 哇全黑打完全沒視野 還有8000左右 來看一下怎麼踩進來 TP下來了 兩個人都踢下來了 打人嗎 吃到底嗎 RaeR 後面過來這邊目標應該是要來打團的 BYG這邊沒有選擇吃到底 反而是走出一來接團 但這邊的藍寶 J-Team被擊殺了 來看一下另外邊的風 這邊的羽毛還在疊 再一個羽毛倒過 但是名字呼叉 可以直接躲掉另外邊的立凱 哇這個造型怎麼那麼猛啊 直接擊飛這個造紫龍跟戰神一樣 五個人踩進來還是很困難喔 河道是懸黑的 RaeR這波沒閃樓 所以其實他不太好開人 他有海克斯閃現 來看一下怎麼下去喔 這邊在草叢裡先抓到對方的瑞空 巴龍還有5000左右 來看一下BYG 應該是要直接融化掉這條巴龍了 吃到一半 Laba走進來 不想跟著要拚重擊 這邊又來重置對方 這個玉鐵技術又被斷掉了 這是瑞空的台很關鍵 這邊要把Laba給直接擊殺 而且另外一邊的Yurson 也被Stay 2給擊殺掉 正面的Laba被擊殺掉 反而是立凱進不了場 明治也沒辦法進去推啊 那BYG順勢把巴龍給拿到手之後 回頭還要再追 立凱這個撤退方向 已經被對方給抓包了 喔那應該是倒了 欸回頭是Q3立凱 極限換掉一個之後 再閃現離開 但是又被Stay 2給抓到了 喔這裡應該是要倒了 沒閃現 滴過牆 這個不碰就沒機會了啦 這個電龍龍魂被E6拿到 他等一下QW亂轟就贏了 但是還沒踩進來 龍就已經沒了 這個電龍魂BYG 非常輕鬆拿下來 機會繞過來 但是 我覺得藍寶直接下大就好了 像6D講得下 這邊藍寶直接撒大絕 琪琪直接被燙慘了 那 AD沒狀態 立凱這邊繞到一半 也只能回家了 去不掉了 再跟破甲箭 但是打再差了 身上完全不太動 這個電龍的效果也還在電了 有點麻 給炮車 給炮車推塔就好了 而且還有兩隻 是虛空換盤 還在推 一座外塔已經不見了 這裡是Lava 加速過來想來頂 Youten頂了對方的造型 但是瞬間被留住 在一個碎骨大鱷 Youten開了監禁一隻之後 反而設定外面的絕望螺旋 Lava反手想開的是Driver 先襲殺掉 但是已經被E6拿了一個Double Kill 門牙塔只剩下一座了 另外一邊的砂兵也還在戳這裡 BYG的炮車也還在 巴龍的Buff也還在 還有8秒鐘左右 那這波也還在推進 繼續推 這裡是阿奇爾蓋了一個塔 但是看起來有點搖搖欲墜了 已經馬上就要倒地了 D開這裡開大絕 想勸對對方 擠好的三重爪擊 第三段這邊 Husha直接抓的是對方 再一個台 抬到之後 閃現的魅惑 奇奇交閃現 躲掉這個碎骨大鱷 但是他的破甲箭 根本沒有傷害 遠方的正降風雷 走位扭掉 那這樣BYG的目標 是要全部人都殺光16 再一個擊殺 已經跟傳說一樣的存在 這裡是 Husha拿了一個DoubleQ之後 28分鐘BYG 19比6的人頭數 直接把J-Link車過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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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